怒喊釋放柯文哲 小草週末聚集在中正紀念堂旁 不少人化妝成妖魔鬼怪 响应民众党赖政府搞什么鬼 即会行动 官长沉挚痛批 赖清德就是最可怕的魔鬼 现在民进党的政府 爱怎么干怎么干 爱怎么压怎么压 我们真想请赖总统 站在这边看看 这就是你国家的人民 人家爸爸现在躺在医院当中病危 你搞这种下山烂的手段 赖清德放人 特地来声援柯文哲 妻子陈佩琪低调出席 虽然没有上台致辞 但在台下却是难过流泪 才让阿伯没有尊严的 在半夜靠着手铐去看科爸 可不可耻 大笑在哪里 台湾的大笑在哪里 已经被你赖政府 全部给磨灭掉了啦 近期就因为科爸病情 和前立委蔡碧如闹翻的柯美兰 也现身来代替柯文哲 跟小草门致谢 不过对于哥哥恐遭炎压 以及和蔡碧如爆内讧 柯美兰选择不回答 现在主席好像要被炎压了 这个部分会认为司法破坏 我不会回答你 柯文哲炎压与否31号 结果就会出炉 外界一致认为炎压几率高 再加上柯文哲请假党主席 三个月的期限也将到期 民众党表面团结抗敌 但接续而来的党代表 中央委员选举 将牵动党内全力重新洗牌 没有什么分派系 也没有什么粉钱可以分派系 所以我觉得今天是一个 团结的好日子 等主席这个他请假三个月之后 我想这个中央委员会 跟中平会这边 应该也会来做相关的 一个讨论跟处理 若柯文哲被炎压 激发小草凝聚力 甚至可以吸引中间选民同情 但对民众党而言 恐怕陷入群龙无首 派系自立的兴奉暴内 记者林俊峰 蔡平洋台北朝央报道 现在节目的情况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央报道